新时代以来,西藏坚持走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之路 呈现出田兰地绿、水清景美的新气象 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不断加强 我们大理事实中华人民孤河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和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 空气质量一两天数,比例达到99%以上 特别是拉萨市 这个空气质量可以说是我们全中国首屈一指的 我们在拉萨穿白衬衣 一个礼拜不用洗 皮屑一个礼拜不用擦,是干干净净的 我们生态环境的红利也是不断的释放 以前和再建清洁能源的装机达到2400万千瓦 因为西藏清洁能源自愿是得天夺厚 我们的水能,太阳能,氛能,地热相当丰富 综合起来都是在全国是居第一位的 光太阳能的技术开发量在98亿千瓦以上 未来也是我们中国清洁能源的重要基地 数字经济增加值也突破200亿元 各族群众成为良好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营山的受益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